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的就是乱丢垃圾的问题 因此他跟环保局长出席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表示将从三大方向来宣导与执行 希望大家一起携手营造干净的基隆 谢果良市长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表示 他在基层走访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跟他反映垃圾乱丢的问题 已经成为在地的困扰 因此他认为要积极解决这个问题 让基隆能向日本的街道给人干净整洁的印象与感受 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了解到 在大家居住的大街小巷 其实都很容易看到垃圾 比如说我们在跟基隆的民众在闲聊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很向往去日本旅游 去日本观光 让他们感觉到很舒适 比很多国家来说 日本都是大家很喜欢去的一个地点 一个很主要的理由就是它很干净 然后很整洁 让去那边的人的玩乐 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基隆 未来我们要跟日本这样子的一种先进国家 要来好好的学习 就是要把我们的整个环境 都能够打造得更干净更整洁 那靠的一定是要跟市民朋友 大家通力来合作 至于要怎么来落实改善乱丢垃圾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与共同出席记者会的 环保局长马仲豪也表示 首先会透过拍影片来加强宣导 另外也会从提高罚环基准 与科技执法的方向来推动 我觉得宣导还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要拍一些 让人家有感同身受的宣导短片 事实上宣导片 其实我以一个电影 我曾经看过 而且很喜欢就是12页 那时候来拍一个电影 事实上改变了整个我们国家 对于这个动物动宝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让市民朋友 透过一些微电影或短片 深刻的了解到 其实垃圾现在是我们基隆市的 整个城市跟家园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一定是要积极的来改善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提出更有效 而且更积极的垃圾罚环的一个政策 我们目前环保局针对乱丢垃圾的 财罚金额为1200到6000 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以最低金额 来作为目前的一个财罚标准 而且财罚的案例 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今年这个是绝对会列入一个 我们现在非常重大 要加强的议题 那我们也会订定裁量 提高罚环基准 来作为未来的一个政策 所以1200将不再是我们未来 要作为垃圾罚环的一个基准 我们未来会看实际的情况 会予以提高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也要加强科技执法 加强科技执法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垃圾罚环的这个处罚 都是人为举报 人为取缔 那这个部分其实效果跟人力的耗费 我觉得效果是相当有限 那将来我们要加强对于这个乱丢垃圾的部分 要对于用科技执法的部分 我们会予以加强 但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我们还是以宣导为主 但是未来在科技执法的部分 我们会予以加强 而且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做科技执法 要建制这些设备 事实上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那我们也不排除跟民间企业合作 共同建制来降低 政府本身 对于这个垃圾科技执法本身 所需要的公务预算 如果透过民间相关的企业来进行合作 我觉得可以 希望能够有效的降低政府的负担 呼应市长干净家园的理念 其实环保局在针对环境保护的部分 只要任何对基隆的环境保护有益 有加分的部分 站在环保局的立场 我们一定会全力推动 刚刚市长谈了蛮多 针对干净家园有三点主要的项目 在未来环保局也会针对这些部分 进行内部的研议 在未来的市政会议上 也会再提出具体的方案 来进一步的跟各位市民朋友 做进一步的说明 市长谢国良强调 干净家园需要大家共同来营造 将透过加强宣导 与执法面向的配合推动 来逐步减少乱丢垃圾的情况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为了要感谢环保局清洁队员 紧急出动 清除基金一路分隔岛上的垃圾 市长谢国良特别拿出 他12月的特别费颁发红包 慰绕清理垃圾的清洁队员 也呼吁市民一起来爱护 我们的生活环境 让基隆成为干净家园 来 环保局弟兄在不在 在 市长谢国良与环保局清洁队员 握手道谢 并拿出他12月的特别费颁发红包 感谢清洁队员日前紧急出动 清理基金一路分隔岛上乱丢的垃圾 维护市容环境 这些清洁队的弟兄们在前几天 我们在基金一路中央分隔岛的时候 我们请大家临时紧急来做一些垃圾清理 所做的努力我来跟他们谢谢 因为那个时候环保局 我们那时候有在讨论一些 这个工作权责分属的问题 但是那时候在还没有厘清 垃圾马上那时候就会困扰我们 所以我就请局长无论如何一定协调一些这个环保弟兄来帮忙这个解决这个垃圾的问题 那那时候也很感谢我们潘队长跟我们的队员们 就第一时间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那我也特别感谢大家 所以今天我特别拿了我12月份的特别费 还给大家一个小小鼓励 这个金额不多 但是是一个我个人的心意 那我是觉得说现在全市有蛮多垃圾乱丢 垃圾这个充满了大街小小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会造成了环保局的弟兄的负担 也会造成这个城市的负担 所以我今天有特别提出了这个干净家园的政策 那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未来我们基隆市要越来越整洁 那不能乱丢垃圾 但是我们随时随地也需要我们的环保局弟兄 如果真的发生有一些垃圾乱丢的情况 还是要请他们来协助处理 所以今天是来特别跟他们表示感谢 那在寒冬中还要在有时候大清早 有时候这个大半夜都要来做一些垃圾清扫的工作 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 我特别也代表市政府来跟他们谢谢 由于基金一路车流量大 分隔岛上的垃圾不好清理 因此谢国良市长感谢清洁队员迅速地清理环境 谢国良也再次强调 除了清洁人员的努力之外 最重要还是要靠全民的功德心 不要乱丢垃圾 市府会积极推动 让基隆成为干净又美丽的海港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市议员林佩祥持续关心搭乘9026国道客运通勤族的问题 特地邀请交通处长一起到南港展览馆站 实地了解通勤族的问题 期盼继续和台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合作 改善后车环境及站点等问题 身为最关心通勤族的佩祥 就在这边很想见请交通处 跟台北市政府来建议 把目前的这个后车环境跟这个站点能够再加强 毕竟来说 基隆人在台北上班高达9万甚至10万人 这个人次 这个人流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边 王处长也在这边实际看到了 我们在这边等车 后车停上面的不足 跟通勤族上面的辛苦 那我会希望说市政府能够把这些 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包括我们这些通勤族 跟他直接表达的意见 能够好好带回去 来去做未来 跟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能够沟通协调的参考 然后把我们9026的这些通勤族们 好好保护住 好好让他们能够准时上班 安心回家 早点回家 请交通处来了解 包括我们9026 我们回家的一个通勤族的一个情形 那以及整个后车一个环境 然后想我们未来 针对这些相关的缺失 会跟我们台北市的一个相关局处 来研议 那看如何改善整个的后车环境 让我们市民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搭车一个环境跟空间 谢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天眼来看 基隆东岸地标 基隆塔全力赶工 但噪音与工程老林引起民怨 基隆市议员吕美玲 接获民众诚情指出 这工人喝酒的空瓶及便当盒乱丢 向市府投诉却没有回应 对此市府都发处说 会要求承包商监督并约束工人 违反可依咒契约开罚 让工地喝酒可以 还收拾垃圾 态度还超级差 居民用手机拍下 工人喝了酒 在工地吵闹声 骑楼机车上留下空啤酒瓶 烟蒂 檳榔渣等杂物 这些都是基隆塔施工后 工人带来的垃圾 他就是都把垃圾都洗到我们 所以有的时候像那个住屋前面那个啊 都有 我都会来都会帮他们清掉 因为很久的时候 一开始到现在都清掉 然后中间就是我们骂一次 好一阵子 骂一次好一阵子 居民多次向包商反映 但改善空间有限 主要是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包商 带来的工人却都不同一批 一开始坐的时候 先是工人摸摸车听得到都是 然后噪音 然后我就是 我这时候是跟他们的工地主任协调 然后有好一阵子 好多了 然后隔了一阵子又换了一批 不知道是水电还是什么 不一样的 他们会推来 他还会说这不是我的工人 因为我们上一次反映他就这样 这不是我们的工人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对谁啊 金融市议员旅美玲接获民众陈情 亲自到场了解 民众还提供捐练器画面 这名工人经常在骑楼喝酒乱丢垃圾 施工的厂商他本身呢 下包的厂商如果下包的功能 如果他的品质不一的话 应该施工的厂商要负起这个责任 让要求每一个施工的人员 在场尤其在场施作的人员呢 他必须要严谨这个施作的原则 最重要就是第一个 你首先当然不能喝酒吧 你喝酒施工本来的危险性 潜在的危险性就很大 那第二个呢 你的环境呢一定要整洁嘛 尤其你在吃得完的便当啊 废弃物啊 饮品啊 或者是你什么槟榔渣啊 那个香烟 烟头啊等等的 你都自己要收拾干净 你不能造成周遭环境的影响 环境的整洁的影响 针对金庸塔施工厂商造成扰林 市议府都发出强调 将会要求厂商约束工人 不容许类似情况再发生 如果涉及到厂商 他有在施工期间喝酒的部分 我们依劳安以及契约的规定 去做罚还 那也要求厂商 务必要要求他的下包 不得有在施工的期间 有喝酒的一个行为 那第二个涉及到厂商 他的下包可能在休息时间 有在民众的范围里面去喝饮料 或者是有其他的产生垃圾的部分 应该随时的去做清洁 不过因为这个工程非常的大 厂商下包的素质来来去去 确实是不同 不过我们这个部分 不得还是要归咎于厂商 他必须要是三进维护管理的责任 市议员吕美龄要求市政府 施工期间要严格督促厂商 做好敦亲木林 降低对周边商家 住户带来的困扰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有一名老翁 到杂货店喝酒喝得最熏熏 想骑脚踏车回家 还没有坐上车就先踩空 跌趴在地上 差点被轿车撞上 整个惊醒过程 都被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 穿着白色外套的成型老翁 走起路来 一路摇摇晃晃 来到脚踏车旁 想要牵车 还没上车 右脚跨不过 就接着踩空 整个人跌在地上 身旁突然出现一辆轿车经过 吓得往外散 差一点就被撞上 杂货店门口 还摆着好几瓶的空酒栏 这一起案件 发生在基隆合一路 这名70多岁的成型老翁 喝完酒准备骑脚踏车回家 但他全身无力自摔 差点被撞 警方将人送医抽血检测 换算呼吸酒测值 高达1.76毫克 警方巡逻 发现一男子倒卧于路中 立即下车救护 发现该男子身体多处擦伤 并伤化出浓厚之酒味 经调查 该男子为 酒后预期成 脚踏车自行返家 因不胜酒力自行跌倒 警方呼吁酒后不开车 并针对微型电动二轮车 及慢车 加强染查 及劝导 虽然老翁还没有上路就摔倒 警方没有开罚 但酒后骑脚踏车 也是酒驾 超过照样能罚 民众还是不要心存侥幸 记者黄少鸣 金融报道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做得很好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有 没WiFi 对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谁要一起终于上了 我没有WiFi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有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 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 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迎接2023佛光山吉乐寺 举办爱与和平彩绘灯笼比赛 吸引了近千人参与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渊祥也共襄盛举 以爱心采绘出未来的希望与和平 不要战争 只要和平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画下心中的爱 搭配兔年喜气洋洋 才会灯笼现场朝气蓬勃 共是一个地球 就是地球上的所有的人 都是都要爱与和平 不要再战争 一个个的灯笼 整线参与者 对这次主题爱与和平的巧思 我们集中是在今天 举办爱与和平 灯笼才会比赛 那现场有一千多位小朋友 跟家长一起 每一个人的创意无求 所以佛工会呢 推动这个智慧与创新 那我们呢 也能够朝向大家呢 能够开发自己的潜能 那将心中的爱把它展现出来 那才会在灯笼上面 那能够呢 一份的祝福 点亮自己的新灯 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元祥 和仁寿理理长张富凯 也应邀共襄盛举 我觉得很改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用你们的心 来画给彩笼 那就跟新一大师 手脚的点分析 一样的概念 我们努力 画出我们的希望 然后照亮我们的 修理 因为爱与美国的效果 很开心 在2023年的元旦 能够陪同我们 基隆市的邱佛市长 力领我们基隆 胡光山极乐市 参加这爱与和平灯笼 的彩绘活动 那透过彩绘灯笼 把爱与和平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能够 让我们带动社会更祥和的 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看美人将爱心 与对世界的祝福 融入彩绘灯笼中 颁奖典礼将在2月4号举行 欢迎大家到极乐寺赏灯 一起来展现内心的光明自在 让2023年的生活更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基隆市区大学 秋季班成果博览会 充分展现终身学习的精神 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到场参加开幕 鼓励大家持续学习进修 开拓事业 丰富生活 画面现场是仁爱国小礼堂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地来参加基隆社区大学 秋季班成果博览会 在社区大学校长蔡素贞的引导下 小爱爸爸谢国良 到每个课程摊位参观作品 也受到老师与学生热情欢迎 一起拍照合影 看到热情的社大成员们 看到热情的社大成员们 谢国良也请大家之后见到面 叫他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亲切亲民的形象升职人心 小爱爸爸谢国良也颁发教学奉献奖 给在社大服务的罗黎儿 与刘金来两位老师 并以自身经验鼓励所有市民朋友 保持不断进修学习的心 让视野更开阔 我从进入社会 后来我再去念研究所 回到职场参选公职 再进修第二个硕士 然后在这过程中 再参与爱生豪及奖金的再学习 我是一直都在努力 不断的终身学习 希望能够跟各位请教学习 一起努力 那国良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 跟大家一起参加 我们社区大学一向 都是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让不管是进入社会的成年人 还是希望再度进修的朋友们 都能够有效的继续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大家的成果展 我们是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社区大学 能够继续扮演它的功能 能够继续让我们社会上 更多的人享受更多好的教育 谢谢 那么这一次秋季成果展 我们集结了 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5点 不断线的成果展业 那么各个摊位都集结出他们整 整学期非常丰盛的成果 那中间当然也不乏有很多的 服务性的社团 他们如果透过社团课程去做整个社区的营造 跟服务 我想跟着小爱爸爸一起打造有爱的基隆 那同时兼顾整个中生学习的一个拓展跟开发 我们希望说以城市作为学习的据点 让这些课程能够散落在七龙七个区 去打造一个学习型的城市 这场设大秋季班的博览会 动静态的课程展现丰富成果 现场也进行112年春季班的报名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探寻 基隆社区大学20多年的办学绩效卓越 小爱爸爸谢国良也鼓励大家 活到老学到老 丰富生活的每一天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导 基隆市警局进行警力训练 指导助教室重景四年的正妹林佳勋 长相酷似女星陈廷宁的她 近年来凭着优异的射击成绩 荣获2023年 世界锦销运动会储备选手 令人刮目相看 帅气更换弹夹 拿起枪支 帅气十足 再掏出警棍 展现气势 每个动作流畅迅速 对 这个一定要去 她是基隆首位女射击教官林佳勋 最近这张帅气持枪照片引发讨论 主要是控制呼吸 就是你在抠动板肌的那一刹那 你的呼吸要控制住 眼神 知识都很到位 24岁的林佳勋 不仅涉及技术一流 外形还酷似女星陈廷宁 亮丽的外形下 被封为警戒陈廷宁 她还是2023年 世界锦销运动会储备选手 你的手指的作动 你平常其实就要去训练你的板肌抠动的方式 就是要自然的平稳的去做抠动的部分 对 这样子其实就会维持住我们设计的稳定性 毕业之后就是在工作场合或是遇到民众或是同事 那就是大家会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长得很像陈廷宁 那尤其是陈廷宁火神的眼泪上映爆红之后 就蛮多人就是会传她的照片跟我说这样 热爱运动的她正在冲浪板享受前行的快感 换到室内上了攀岩场 林嘉勋一样驾轻就熟 而这一张骑着重机的照片 帅气更是百分百 其实做这么多训练 大家其实最还是最不希望的就是用墙 就像我们买车子保险一样 我们买了这个保险 但我们还是最不希望用到这个保险 所以警察这个包含不管是手墙训练 或是其他综合代表的训练 我们其实只是在为了我们警察 真的遇到真的危险的状况的时候 只求一份自保 因为她本身有在训练 然后在执行上 就比一般女生还强势 就跟一般男警一样 就逮捕压制什么 都是比一些女警 比较有那个强势 正媒涉及教官 热爱户外运动 通通难不倒她 外形酷式女星陈婷妮 也在网路引发讨论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宋山区公所举办 景艳繁花满树春勾枝树衣 艺术装置展 邀请到国宝集 且拥有六十多年编织经验的 陈郭宝贵老师 以宋山区花珠景为主角 战线东方传统的图腾 及西方节庆圣诞 为捷运站及周边人行道的树木 编织七彩树衣 用毛线编织的兔子 圣诞树还有蝴蝶 不只色彩缤纷 模样也相当可爱 树域编织团队 由民权国小校长龚文青带领 在国宝集且拥有六十多年编织经验的 陈郭宝贵老师 钱建秋老师及编织团队努力下 花费半年时间完成展出作品 让松山区街头在圣诞冬季 也能像春天一样缤纷灿烂 像彩虹这样子美丽花亮 再接下来这个是什么 圣诞树啊 不是啊 是标志 特别是标志 这边都是用编织出来的 然后再缝上去 怕人家摸的时候再加强热绒胶的连接 然后这里有双双对对的蝴蝶 所以这个整体的名字就是 因为去常说要兔子 这是绿兔吉祥狐林门 然后蝴蝶来了 所以这一只有一个很大蝴蝶 本来是点灯的喔 后来因为怕危险 就是把灯给拆掉了 所以我们不点灯 我真的觉得老师很厉害 从20岁做到80岁 从郭妈妈做到郭奶奶喔 这个真的是我们乐林健康的最佳点 那我们再给郭老师一个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那今天除了老师的作品 会一直展到这个灯区的一个期间之外 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616的这个团队来 那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616的这个糕饼 616其实是我们松山区这边 这么做这个金上名指导的一个单位 那也有这样的用心 那让孩子们除了这个科业之外 也有其他的兴趣可以在这个村区里面做互动 书衣编制作品即日起在松山捷运站3号及4号出口 展至112年2月28日至 欢迎民众踊跃参观欣赏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按赞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